今星期的市场焦点相信会是 美国最新的CPI和PPI通胀数字 另外美国零售销售数字和零售巨脈的 公布的季度业绩都值得大家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论外汇 今天是5月13日 星期一 我是Colly 今星期市场继续关注美国来的减息路径 究竟有没有新的信息 新的暗示可以影响到整体会市的表现 上星期五 美国公布了最新的默契金大学消费者一年的通胀预期 数据报到3.5% 但整体对市场对联储局的减息传差 未有太大影响 目前最新利率期货价格变化仍显示 市场相信联储局在9月份减息可能性略高于六成 另外也有在近日多名联储局官员 陆续发表得比较鸩派的说话 是继续淡化市场对于减息的预期 达拉斯的联储行总裁洛根就提到 他现在仍然是未很肯定 究竟货币政策是否已经足够紧缩 能够将美国的通胀率下降到联储局的2%水平 所以他觉得现在去港减息的话仍然是为事过早 而联储局的理事包含也有警告 其实随着现在美国的通胀 继续迈向联储局目标的水平百分之二 他觉得局方想减息的时候 其实也要很谨慎和心思熟虑 至于亚特兰大联储行行总裁博斯蒂克 就有说到 虽然他觉得联储局今年仍然有望减息 但他预期今年的减息幅度可能只有四分之一 只是比市场现在的预期相对低一点 夜叶开说话之后 我们也见到支持美汇的走势一道微升 但整体来说 刚才在美金都是横行整固的走势为主 波动不太大 其实市场也是在等待新一轮的推动力 联储局主席鲁威尔 其实之前也有明确说到 其实未来下一次的货币政策变动 他觉得不太可能是加息 至于何时减息减息多少 其实就好看美国经济数据的表现 所以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的最新通胀数据 相信会是市场焦点一个种中之重来 而相关因素都会主导今年联储局减息路径 我们回顾美国3月份的CPI消费者信心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数据 当时是连续三个月高于市场预期 亦当时开始令市场慢慢担心 其实联储局会延迟减息的时机 甚至有机会开始加息 而目前市场人士预期 今个星期美国公布的4月份CPI 将会按年升幅达到3.4% 略低于3月份的3.5% 至于核心的CPI升幅 按年会由之前的3.8% 轻微下降至3.6% 最终CPI数据仍然是超市场预期 不相信都可能会令到联储局今年内减息的可能性 转一步降温 甚至乎再牵动市场对于加息的一个传测 当然会对于美元来说 带来新一轮上行的压力 但反过来 如果通胀数据大幅低于市场预期 可能美元会面对新一轮的调整压力 另外也要关注美国最新的PPI数字 和4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和零售巨码的季度业绩 目前市场预期 最新4月份的美国零售销售 相信按年升幅会略低于3月份的数字 零售巨码的季度业绩为何要留意 因为可以告诉我们 现在美国的消费者开支方面的趋势 是否继续保持良好 再看其他货币方面 上星期英诺银行和澳洲央行 都分别举行了议息会议 两大央行都继续继续维持他们的息口 是按摩不动不变的 但英语银行暗示来近6月份可能会减息 行长贝利在息会议之后 他觉得来近几季都需要减息 而且减息的幅度可能会比市场预期更加大 市场目前预期 英语银行今年6月份减息的机会达到54% 至于8月份减息机会达到74% 整体央行的表态都比较架派一点 但对于英镑的走势还未带来太大限制压力 部分原因都是英国公布最新的GDP数字 第一季的GDP数据摆脱了之前两季的技术性经济衰退 所以对于英镑走势来说带来一定支持 目前英镑对美元已经迟还20天平均线流上 但仍未能突破200天平均线 挨近1.254左右的水平 今星期要留意英国公布最新的GDP数据 看看能否为英镑带来新铃推动力 至于澳洲字方面 上星期值得留意的是 但央行预期到明年年中才开始减息 比较2月份预测推迟了9个月 即是央行表态都比较樱派一点 也支持澳洲字的走势持温 但目前澳洲字对美元的表现 每次去到66.5米的水平都遇到一定阻力 所以市场也关注到 今星期澳洲公布最新的就业数据 以及内地公布的关键数字 包括公益生产连受销数据等等 能否为澳洲字的表现 带来新一轮上行的推动力 短时间来看 澳洲字的走势 相信已经见底了 只不过能够突破近期华行区间 再到66.5米先 有机会再转一步打开更多的上行空间 另外留意欧洲方面 欧洲央行公布最新的4月份议色会议纪要 我们看到欧洲央行的决策者 都觉得欧元区的通胀率 有机会在明年回落到百分之二的水平 所以他认为今年6月份可能会开始减息 预期跟市场目前的看法很吻合 但留意欧洲央行也提到 如果在6月份之前能够收到更多的证据 更多的数字去表现当地的通胀 是继续按照去逐步降温的话 又才能够确定 在6月份的时候开始放肤货币政策 特别是市场现在都预期联储国可能会迟 才开始减息 所以都很质疑 究竟欧洲央行是否真的会比联储国 开始减息 今星期欧洲方面公布最新4月份的CPI通胀数字 目前市场月期欧年升幅2.4% 至于核心的CPI欧年升幅2.7% 另外还有第一季的GDP数字 数据上如果能够支持市场 对于欧元区经济慢慢复苏的一个良好的憧憬 相信也有望支持欧浪走势 有机会突破对美金1.790的关键水平 这也是200天平均线的水位 我们下次再见